杨师傅的这套碟牌是去年11月份买的 位于宁波银州区新希望景天府 面积200方 总价将近700万 按照杨师傅的说法 今年3月份进场装修 就看到了地下室渗水的情况 接着又发现了钢筋问题 一个房子就是糊里头跟钢筋 钢筋都辐射掉了 我这个房子一个安全事实没有 那是一个 杨师傅说 他购买了同级别型号的钢筋 对比后发现了不同 对此 新希望地产宁波公司一位王经理做出了回复 大意是说 针对部分楼栋个别楼层的楼板路金现象 给出了修补方案 此前多次和业主沟通 业主拒绝进场维修 提出了30万现金赔偿 公司认为缺乏依据 无法满足 关于采光景的钢筋材料 现场暂未发现存在质量问题 杨师傅当时决定收集好相关材料证据 走第三方鉴定程序 前几天他再次联系记者 说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 的确不符合规范 杨师傅提供了浙江固态工程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一份报告 其中对房屋钢筋现状情况保护层及力学性能进行评估 其中写道 主要位置钢筋存在生锈腐烂剥落 暴露出混凝土表面等情况 不符合规范要求 另外 两板钢筋保护层厚度不符合规范中混凝土结构环境类别 二币类规定的最小保护层厚度 杨师傅说 开发商后来就不再理会他 他说我愿意把房子撤掉从来 那个先蒙的 我都不会陪你去 就这么往 后来我家那你到这我家在哪里我找你 他说我开会 就这么一句话 再次来到小区防修服务中心 这次负责人还是不在 杨师傅拨打对方电话 始终无人接听 记者联系上新希望地产宁波公司的那位王经理 对方表示会先进行反馈 随后 记者来到宁波市银州区住建局 银州区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服务站工作人员表示 杨师傅反映的情况 他们也组织了双方沟通协商 但无法达成一致 确实有一些保护层不足 或者钢筋表面露出来的 是绣的痕迹 这个问题在我们行业里面也存在 并且可以以这种整改 或者是修复的这种形式去给它加固维修 所以维修通常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 但他现在跟电视单位这边协商之后一直不同意 他不同意维修 提出50万的索赔 所以说其实到经济赔偿 因为一般都是建议走实法输送头进来 那出现了类似的这样的情况 是因为开发商比如说在使用在施工 或者说使用建材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吗 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这个生锈是因为它裸露了 才会生锈 空气里面有氧气 这个钢筋会嗅死 这是一方面因为保护层不足 截至发稿 记者没有接到新希望方面的回复 杨师傅说 接下来会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1818黄剑记者林波报道 优优独播副 triutor McG CHRIS